5月18日恒生指数公司将检讨恒生指数 国企指数是否纳入同股不同权企业,及二次上市企业,市场普遍预计,介时阿里巴巴09988,美团点评003690,小米01810等,以及未来将要回归香港市场的中概股,为什么要调整恒指? 国企,主要原因有几点?第一,目前的成分股太多,盈利,股值都上不去,第二点,目前接近70%的中概股已经跌破发行价, 集排率高达30%,加上前期瑞幸咖啡,好未来造假被曝光后,美国证监会,SAC联同美国公众,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PCAOB, 对中国公司的监管将越来越严格,因此,我们认为,在美国的中概股遭遇投资人,和监管机构的相众信任危机,因此,将加速他们回归中国市场, 因为回归中国市场后,本地投资人对于他们的经营模式,企业管理等,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,也更容易理解, 因此,我们认为,未来无论港股还是科创版,都是这部分中概股的下一个战场, 哪么哪些新经济股可能纳入呢?我们回顾了一下港交所,对于二次上市的要求, 包括,市值不低于400亿港元,或者最近一个财政年度收入不少过10亿港元, 市值不低于100亿港元,的条件。 我们发现,京东拼多多网易,百度腾讯音乐,新东方百姓中国, 是最有可能列入其中的中概股,如果这些新经济股被加入指数后会如何呢? 如果我们假设,阿里巴巴,美团,小米,京东,拼多多,网易,百度, 腾讯音乐,新东方,百姓中国均回归港股的话, 信息技术和可选消费的权重,将提升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, 2020年、2021年预期盈利增速来看, 新指数比目前情况,将提升百分之五,百分之十五的盈利空间, 整体股值来看,由于这些中概股对应二大类, 一类是信息技术,一类是可选消费, 且平均市盈率为三十七倍,二十倍, 如果全部计入新指数中,恒指TTM市盈率, 将从目前的十一倍,2020年预期, 九倍,2021年预期,提升至二十五倍, 十八倍,显然,无论是盈利, 还是估值,未来加入新经济股后,都将有提升,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